香港只是會歡迎一些新的東西 舊的東西他們完全是拆遷 我將過去香港的歷史 我在邊境那裡用橫燈片去投影在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無悔離開香港 19年的事情發生之後 就知道我很大的壓力和內疚 很多題材在香港已經不能自由地書寫的時候 我在這裡書寫那就是我的責任 李宗盛